闪耀的LED灯照射在鲜绿的嫩叶上 让这一株株的红酸膜看起来更加可口 这是台湾少见的蔬菜 以往大部分都得仰赖进口 现在智慧农场透过科技水根种植 这一类的蔬菜 民众可以用合理的价格安心大口吃 我这里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人工太阳 它不是一般的LED的光 它是仿太阳光谱 可以去用盐光粉去调出植物最佳光合作用的光谱给它 对人工太阳侃侃而谈的这一位 正是全亚洲最大植物工厂的催生者蔡文青 多年前因为罹患癌症 让她开始关注健康饮食 进而从科技业跳槽农业 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简单 这二十几年来从日本韩国到台湾 这么多业者在做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家能够真正产业化经营成功 其实智慧农场它不是只有高科技 它还要结合农业技术 从原本大约十个人的团队到现在上百位员工 以传统农业技术为本加入绿能概念 自行开发设计农场建筑 高达十四层的LED光源种植树 里头的蔬菜听音乐喝豆浆吃益生菌长大 各方面的营养它都有照顾到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产出如意期我们花六年 销售如意期我们今年第四年 已经把这两项伟大的工程都已经把它实验出来 今年下半年的营运计划里头 我们会从北欧英国先展开来做建厂计划 将来会拓展到全世界各地 不只在台湾取得消费者认同 也成功打入国际 继四月宣布将在英国投资垂直市内农耕园区 生产无毒蔬菜之后 又和多国来洽谈合作 也因为成功走向市场吸引买乳籍订单 连带又让多年前的投资纠纷 再线纷扰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